这是一台带双10G万兆电口的强大LUS 您可能想象不到 它装置的英特尔12代CPU 几乎已经是各家带系统的成品消费级LUS 所使用的最强CPU 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酷睿i5-1235U高性能万兆LUS 铁尾码F4-424MAX 半年前介绍过铁尾码F4-424Pro 装置N300低功耗CPU 四旁位SATA 双2.5G电口 我一直使用它作为我的影印视频存储服务器 而这台F8SST Plus 装置N305CPU的八旁位全闪万兆 我把它作为我的工作文件存储服务器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给它的八旁位装满 大容量的NVMe SSD还是太贵了 买不起啊 这两台装置的都是N系列低功耗CPU 它们的PCIe通道只有9条 设计和使用都是捉襟见走 全闪万兆LUS都只能有一个万兆电口 大家心目中对N系列低功耗的CPU小主机 最大的槽点是哪一个呢 如果想有更多的万兆电口 升级CPU就变得势在必行 给维码对筑的新产品 F4-424 Max 就是NVMe和SATA接口的多旁位LUS 它最重要的升级就是升级了i5-1235U 这颗10核12线程的CPU 拥有了20条PCIe通道 80EU的Intel Iris X1核显 DDR5内存4800MHz 双盘位M.2PCIe 4.0X4接口 四盘位SATA接口 HDMI显示输出 双万兆电口网卡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电源线 网线 一包螺丝 说明书 这块电源12伏10A 一共120W功率 这台MAX版的四盘位LUS 其实和Pro版是一模一样大小的 正面 产品型号 1234 四个3.5寸盘位 硬盘指示灯 侧面有铁位码的标志 这一圈也是通风隔山 后面电源开关键 HDMI接口 双10G万兆网络接口 双USB 3.2A口 10Gbps Type-C接口 10Gbps 12伏电源接口 这是个超大精英风扇 用来给LUS散热的 也是整机唯一的一个风扇 我们只要卸下这两颗螺丝 就能打开顶盖 双DDF内存插槽 只插了单根内存条 8G的 建议至少双8G 16G 因为单通道内存 不但损失CPU性能 也会损失核显的性能 毕竟核显的显存 要使用内存的 双PCIe 4.0X4的NVMe插槽 可以用作缓存和高速盘 非常奢侈啊 这就用了8个通道了 要是N系列CPU 通道就接近用完了 BIOS里我们能看到 CPU是i5-1235U 两个P核 八个E核 十核 十二线程 PL1设置25瓦 PL2设置的是55瓦 因为是LUS 估计能跑到25瓦 就算很不错了 这是TOS启动设置 关掉它 才能安装和使用 其他操作系统 大家都懂得吧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14秒后就滑落到25瓦 然后一直持续 整机功耗38瓦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GHz 静音风扇维持1100转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08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25瓦 时温22度 CPU最高温度86度 SSD最高温度 39度 散热是相当优秀啊 CPU-Z多线程3396.7 单线程599.6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11代标压i5和低压i7 不如12代标压的12450H GP5多核6524 单核1661 多核成绩仍然超过了11代i5和i7 不如12代标压的i5 GIGP6多核7687 单核2260 多核成绩不如12代标压的i5 12450H CPU-Z多核5916 单核1556 多核成绩稍稍靠后一点 和11代标压i5和低压i7几乎一样 CityBench 2024多核382 单核96 单核成绩和12450H几乎一样 多核成绩差了一些 但比i7 1165G7还是高不少 PASMAG多线程14230 单线程3518 多线程成绩比11代标压i5 11代低压i7都高不少 综合上面的比较 铁尾码F4-424MAX 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11代i5和i7CPU 低于12代标压i5 12450CPU 当然超过N305和N300 就更不在话下了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909,877 CPU得分341,494 HDMI接口能够输出 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81U的Iris XE核显的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应解本地 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M.2 PCIe 4.0X4接口测试 5000招臂每秒 是PCIe 4.0X4的速度 USB 3.2晶2塞口 外接雷电硬盘盒 1000招臂每秒 这是晶2的最右带宽 那么这台Lars外挂DAS 直连带宽是有保证的 AQC11310G万兆电口网卡 我们使用iPad4 3测试了内网性能 没有开矩阵的情况下 单线程上传跑上了9.41G 多线程上传下载跑到了9.41G 算是非常优秀的万兆网卡 内网测速 OpenSpeed Test测试 上传接近9.3G 也不错 我们在Windows下拷贝文件 下载拷贝800兆币每秒以上 上传拷贝1.1GB每秒 TOS下拷贝文件也跑到了1.1G 这台铁维码F8-424 Max 装置了i5-1235U CPU 2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58W TOS下待机最高功耗19.8W 一般3.5寸硬盘读写全开始 功耗是13W 4块就是50W 加上前面的最高功耗 合计没有超过120W 电源是足够了 Windows下室温22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8度 SSD待机温度31度 TOS下CPU待机42度 铁维码TOS6系统 我已经使用了好几个月了 安装完成后 它让我很省心 平时我几乎从不去看后台 铁维码最强的就是这个备份系统 它可以把你的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数据 全部备份到TLAS上 也可以把TLAS上的数据 备份到云端 甚至把TLAS数据备份到另一台TLAS 不管这台TLAS是在本利还是异地 说实话 我只用过单方向备份和备份到云端 双向备份和异地备份还没有使用过 感觉到这么高级的备份系统 更偏向商业使用 说到这里 我也要提一下铁维码TOS的不足之处 如果要作为一台消费性NAS 不能没有自己的隐私化方案吧 Ambi和Plex还是有不足的 不方便的 我自己都是用远程挂载的方式 来播放存放在TLAS里的视频文件 真希望TOS也能出一个海报墙的影视播放器 铁维码F4-424MAX万兆NAS 25W的功耗释放 性能还算不错 在消费级成品NAS中算最好的性能表现 满血的双M.2 PCIe 4.0X4接口 双10G万兆电口 接口非常不错 FPU单烤最高CPU温度才86度 这是一台性能不错 散热优秀的万兆NAS 硬件夸奖了 软件就要批评一下 如果想扩大消费级市场的份额 就应该要在消费级的NASAPP上下点功夫 照片和影视都得加强 总结一下 铁维码F4-424MAX万兆NAS 出厂25W的性能释放 性能很好 散热优秀 接口完美 对它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